第六十届金马奖热腾腾的得奖名单出炉啦 一胜一次的最佳新演员奖 这次有吴康仁在剧中的女儿香港演员叶勇欣 打败春风等强敌成功得奖 而在最佳男配角方面 得奖的是67岁的老戏骨陈沐毅 女配角的部分方志友首次入围金马就拿奖 以本日公休阿玲一角获得评审的肯定 本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竞争也是相当激烈 圆满呼声很高的蔡依林没能拿奖 最后由本日公休洪佩玉所演唱的同款胜出 才刚拿完金曲新人的她开心在收一座金 而曾见其也拿到人生首座金马奖 实在是太恭喜了 另外还有本届获得最佳导演奖的 是直到老狐狸的肖亚全导演 每年大家最关心的影帝影后究竟是谁 今年的最佳女主角创下年纪最小的纪录 有12岁的林品彤得奖了 我会觉得真的很开心 然后很荣幸 然后真的有说不完的谢谢 而本届堪称死亡之主的最佳男主角将 最终由武康人以复读青年脱颖而出 压轴大将最佳剧情片得奖的是石门 恭喜以上得奖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从影超过20年的林青霞 他也在金马六时这个特殊的时刻 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殊荣 在场的人也起身为他鼓掌 永远的巨星和女神实至名归